國際知名書法家董陽茲跟標舞劇團的團長蘇維加跨界合作 他們融合抽象的書法線條以及隨性的爵士曲風 再次演出舞作叫做Soul Plus 有別於2014年的版本 董陽茲希望大家看見的是線條而不是書法 蘇維加則是從董陽茲100多幅書法作品中的線條 發想出舞作 他們結合書法 舞蹈 投影還有音樂Soul Plus 非常精彩 隨興的爵士樂 色彩繽紛的書法線條 投影到整個舞台 這是國際知名書法家董陽茲與現代舞跨界合作的Soul Plus 這個線條是存在的 不是靠手指電腦打出來的 這是最重要 可是我曉得現在很多年輕人連這個東西完全沒感覺 因為他們不接觸 他們沒有覺得這個是個美的 Soul Plus結合爵士樂 舞蹈 書法以及多媒體影像投影 標舞劇團團長蘇維加從100多幅書法作品中的線條 發想創作舞作 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不是線條 而是老師的留白 那老師的留白我第一個直接的想像就是 哇 這些留白如果拿來做舞台的光源一定超美 因為就不會是傳統的一顆蛋 一個正方形在台上 它是一個非常有機的一個邊緣 董陽茲的書法 從黑白墨色到色彩多變的線條 展現出書法的騷態 她曾與建築師姚仁璐 歌手陳啟珍跨界合作 《無聲的樂章》 2014年與編舞家布拉瑞陽和羅文景合作 Soul 現在推出Soul Plus 董陽茲帶大家感受飛翔的線條